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 秦迷 重新发现秦始皇 有人统计过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 中国总共出了422个皇帝 如果要从中选出影响力最大 话题性最强的皇帝 相信很多人会把票投给秦始皇 因为这两个条件他都符合 秦始皇一生干了很多大事 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 而且皇帝这个头衔就是他发明的 皇帝自称镇也是从他开始 他统一了中国 废除了分封制 推广俊县制 修建了万里长城 规范了文字和杜两恒 这些举措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 皇帝专制制度 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形态 所以明代思想家李治称赞秦始皇是千古一帝 秦始皇身边有着许多谜团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他的身世之谜 据说秦始皇并非秦国王室的血脉 吕不韦才是他的亲生父亲 统一中国后 秦始皇的不少举措也充满争议 例如焚书坑儒 追求长生不老等等 千百年来一直热议不断 可以说秦始皇是一个取得了很大成就 又制造了很多谜团的皇帝 秦谜这本书正是要揭开这些谜团 就像他的副标题所说的 作者的目标是重新发现秦始皇 本书作者李开源 早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田于庆先生 后赴日本留学或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日本旧时大学教授 李开源长期从事秦汉史研究 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入而独到的研究 下面我们就来讲这本书 我们将围绕三个问题依次展开 一 秦始皇真的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吗 二 秦始皇获得大权的障碍有哪些 三 秦始皇的皇后是谁 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 开讲前需要说明一下 秦始皇本名嬴政 秦始皇这个称呼是在秦统一天下后产生的 在这之前 嬴政只是秦王 但为方便起见 我们就不加区分了 都叫做秦始皇 好了 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 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看看秦始皇成为秦王的过程 这其实是个小概率事件 为什么呢 这要从他的父亲紫义说起 紫义也叫义仁 是秦国安国军的儿子 公元前265年 安国军被他的父亲秦昭王立为太子 不出意外 未来的秦王就是他了 那么作为儿子 紫义接安国军的班 当上秦王 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 安国军生了二十多个儿子 如果是长子 紫乘父业的希望很大 如果是最小的儿子 因为容易得到老父亲的宠爱 也有希望接班 偏偏紫义不干不干 正好排在中间 更要命的是 紫义的母亲夏姬 只是安国军 众多妻妾中的一个 早已失宠 紫义咸鱼翻身的机会 并不大 十五六岁的时候 紫义被当作质子 送到了赵国邯郸 什么是质子呢 战国时代 各国签订盟约后 会互派王氏子弟 名义上是外交使节 其实相当于人质 两国关系好 人质得到礼遇 关系恶化 人质就倒霉了 这个差事风险那么高 被派过去的王氏子弟 通常是在国内不受待见的 紫义就是这样一个人 然而有人看上了他 谁呢 吕不韦 吕不韦是个大商人 论身价在全国都数一数二 或许是商业上太成功了 已经不能满足欲望 他想在政治上 也有一番作为 有一次 吕不韦因为生意上的事 去邯郸偶然认识了紫义 他敏锐地看到了 紫义的潜在价值 虽然这位并不受宠 但他身上流淌着王氏的血 理论上 他能当上秦王 怎样让理论变成现实呢 吕不韦进行了一系列操作 前面说过 紫义的母亲已经失宠 所以不可能指望 他为儿子争取地位 那么换个思路 让紫义认个有势力的干妈呢 吕不韦想到了 安国军的宠妃 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出身楚国王室 秦国和楚国的王室 有着数百年的通婚关系 所以啊 华阳夫人跟安国军的联姻 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秦国宣太后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八子 是华阳夫人的姑奶奶 可以想见 华阳夫人在秦国后宫的地位 是很高的 遗憾的是 华阳夫人自己没有孩子 一旦安国军当上秦王 注定不会选她做王后 她拥有的权势和财富 很有可能失去 华阳夫人为此十分焦虑 诶 吕不韦看准了这一点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双方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 华阳夫人 收此意为养子 力争让她成为安国军的继承人 如果紫义当上秦王 保证华阳夫人及其家族的利益 不受损害 从此 华阳夫人经常在安国军面前 说紫义的好话 最终 安国军被说动了 正是确立紫义为继承人 华阳夫人也就成了郑夫人 公元前251年 秦昭王逝世 安国军继位 称为秦孝文王 仅仅一年后 秦孝文王逝世 紫义继位 称庄襄王 三年后 秦庄襄王也病逝了 他的儿子 十三岁的嬴政继位 他就是秦始皇 吕不韦高超的政治手段 加上连续两任秦王 离秦的短命 让嬴政年纪轻轻 就当上了秦王 做到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是 从继位那一刻起 一个传言开始出现 那就是秦始皇 并非子义的亲生儿子 吕不韦才是他的父亲 证据是什么呢 原来啊 吕不韦认识子义后 把自己宠爱的赵姬 送了过去 子义和赵姬十分恩爱 不久就生下了嬴政 然而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 赵姬被送给子义的时候 已经还了吕不韦的孩子 显然 吕不韦是通过这种操作 让自己的儿子 当上了秦王 这个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 然而 作者李开源指出 这不靠谱 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 因为涉及财产继承问题 秦国法律对国民子女的身份 有着严密细致的认定程序 对于王室成员的身份认定 就更加严格了 像秦始皇这样的情况 必然经过反复核查 稍有疑问都无法过关 第二 以当时的医学水平 确定女性怀孕至少要到两个月以后 如果赵姬怀着孩子嫁给子义 那么对子义来说 孩子八个月后就出生了 不符合十月怀她的常识 她一定会产生疑问 而且 作为王室子弟 子义身边是配备秦国医生的 这很难瞒过她 一旦被发现身份造假 按照秦国法律 当事人将受到严厉惩罚 到时候别说秦始皇了 连子义的继承人地位都会被剥夺 吕不韦不仅枉费心机 连命都保不住了 她有那么傻吗 第三 子义还跟其他人生过儿子 就是说秦始皇有弟弟 只要他的身份存在一点点疑问 子义完全可以从另两个儿子中 选一个做继承人 吕不韦的目的还是达不到 最后 虽然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的说法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记的记载 秦始皇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 这说明 这只是一种传说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作为材料保留了下来 但是 他只写进了级别比较低的吕不韦列传 没有在秦始皇本记里体现 这表示 司马迁本人并不认同这个传闻 从上来看 作者李开源 否定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私生子 这个流传了两千年的谣言 秦始皇的王室成员身份 毫无疑问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 他从一开始 就是大权独揽的千古一帝 这牵涉到秦国那错综复杂的宫廷政治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第二个问题 秦始皇是如何一步步独揽大权的 秦始皇登基的时候 只有13岁 不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 按照通常的说法 他亲政以前 秦国的权力掌握在他母亲 赵太后和丞相吕不韦手里 但是李开源认为 这种看法不全面 实际上 当时秦国存在着 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秦始皇独揽大权 是在各方势力互相争夺的 夹缝中实现的 第一股政治势力就是 赵太后集团 赵太后 也就是秦始皇的生母赵姬 此时她已经升格为太后 赵太后出生于赵国的豪家 什么叫豪家呢 就是有势力的大户人家 所以赵太后 绝对不像有些人说的 是地位低下的巫女 用现在的话讲呢 她是社交名媛 因为能歌善舞 善于交际 被吕不韦看重 后来又嫁给子义 赵太后怀上秦始皇不久 子义被召回秦国 称为安国军的继承人 可能由于怀着身孕 行动不便 赵太后留在了赵国 等她生下秦始皇的时候 秦军在长平大胜赵军 四十万赵军向秦军投降 全部被坑杀 如此惨烈的失败 瞬间点燃了赵国 对秦国的仇恨 赵太后的日子 显然不会好过 她和秦始皇 实际上成了赵国的人质 索性 有屡不为的照料 她们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整整六年后 秦赵和解 赵国才把赵太后母子放回来 那时秦始皇已经九岁了 因为这段经历 秦始皇和赵太后的感情 极为深厚 当她登基后 举目四望 能够信赖的就只有母亲了 但是赵太后不能直接干政 她必须依靠亲戚 谁呢 当然是吕不为 前面说过 吕不为对紫义当上秦王 有着巨大贡献 紫义登基后 投桃报李 吕不为当上了丞相 并被封为文信侯 紫义死后 秦始皇继位 吕不为还是丞相 本身就有辅佐国君的责任 同时 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赵太后的旧情人 而且两人重燃旧情 暗地里私通 不过这件事有政治风险呢 为了脱身 吕不为把自己的门客 烙矮献给了赵太后 果然 烙矮深得赵太后宠幸 吕不为松了口气 虽然摆脱了情感纠葛 但是在政治上 吕不为和赵太后 依然紧密合作 一个在宫外 一个在宫内 时常互同消息 所以 于公于私 吕不为都是秦始皇的保护人 第二股政治势力 是楚人集团 刚才我们说过 秦始皇的父亲子义 就是拜华阳夫人做养母 才登上秦王之位的 而这个华阳夫人 有如此大的能量 正因为几百年来 秦楚两国联姻 在秦国之中 已经有了一个楚人集团 到秦始皇登基的时候 这个集团已在秦国扎根 华阳夫人就是他们的利益代表 她的亲属昌平君和昌文君 也因此进入政权高层 和吕不为一起辅佐秦始皇 第三股政治势力 是秦始皇的同父异母兄弟 成角 前面说过 秦始皇的父亲子义 比始皇母子早六年回到秦国 在这六年里 紫义都干了什么呢 她又娶了个夫人 这个夫人 是她生母夏姬亲自挑选的 夏姬是韩国王室 她为紫义选的夫人 也是韩国人 因此被称作韩夫人 不久 韩夫人为紫义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成角 她比秦始皇小三岁 两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秦始皇继位五年后 成角出使韩国 不费一兵一卒 让韩国献出了大片土地 成角因公被封为长安军 这个事说起来有些蹊跷啊 成角有什么本事 能让韩国平白无故地 把土地送给秦国呢 显然 夏姬起了很大作用 身为韩国的王室成员 他有这个能量 从此 成角这一派 算是有了自己的基本盘 三股政治势力就介绍完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他们各自的实力如何呢 楚人集团 内有掌握实权的高官 外有强大的楚国做靠山 跟吕不韦的关系也不错 最为强势 赵太后集团紧跟其后 成角这一戏 只能垫底 也最先出局 公元前237年 秦始皇继位的第七年 夏姬去世 三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 也被打破 被逼无奈 成角利用领兵攻打赵国的机会 谋反 最后被镇压 这里有一个问题 镇压成角的具体是谁 诶 史书没记载 据李开元推断 应该是赵太后的情人 落矮 他的证据是 就在成角被镇压的那一年 落矮被封为长信侯 按照秦国法律 没有功劳 不可能被授予爵位 这个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 连王公贵族都不能例外 所以 落矮能当上长信侯 一定是立了大功 结合前后情况 最有可能的 就是他 镇压了成角的叛乱 成角败王 赵太后集团的势力 大为扩张 然而 没多久 这个集团也覆灭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238年 秦始皇已经22岁 他从首都咸阳来到雍城 举行成人礼 之后 他就要亲政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落矮忽然在咸阳发动叛乱 对这件事 流行的解释是 落矮和赵太后 长期私通 生了两个儿子 他们谋划着 让私生子当秦王 于是趁秦始皇离开咸阳 落矮举兵造反 但是作者离开原指出 这个解释说不通啊 首先我们强调过 在王室的继承人问题上 秦国有严格的核查制度 落矮和赵太后的孩子 没有秦王是血脉 让他们当秦王 没有合法性啊 如果赵太后集团一意孤行 必将引起各方强烈反弹 成功的概率很低 这种没尝试的事 落矮不会干 其次 秦始皇是赵太后的亲生骨肉 两人的感情又很好 换个私生子做秦王 对赵太后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 有人可能会说 赵太后和落矮私通 激怒了秦始皇 他想除掉落矮 这才逼使他造反 其实啊 在战国时代 有权有势的寡妇养男宠 是很平常的事 只要别闹得太过分 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落矮到底为什么要造反呢 其实是赵太后集团的膨胀 引起了另外一派的警惕 双方很快展开了斗争 从实力对比看 楚人集团胜过一筹 占据了优势 最终 落矮走上了和城脚相同的道路 起兵造反 他打算一举铲除华阳夫人 但落矮失败了 镇压他的主力 就是华阳夫人的亲属 昌平君和昌文君 平定叛乱后 楚人集团开始大清算 落矮被五马分尸 跟随他叛乱的高官二十多人 被处死 落矮和赵太后的私情 也成了罪状 而落矮是吕不韦 介绍给赵太后的 他跟赵太后的旧情 也曝光了 吕不韦因此丢掉了 丞相的职务 第二年 秦始皇亲自质问吕不韦 问他对秦国有什么功劳 吕不韦在恐惧中 服毒自尽 到此为止 三股政治势力 只剩下了这帮楚国人了 华阳夫人毕竟年纪大了 很快去世 新的集团领袖是昌平君 这个昌平君是谁呢 李开元考证啊 他是楚考猎王的儿子 是作为人质送到秦国的 随后 他成为华阳夫人的得力助手 在秦国高层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下台后 昌平君出任秦国丞相 掌握了大权 昌平君这个丞相干了多久呢 李开元推算 整整十一年 也就是从秦始皇继位的第十年 干到第二十一年 即公元前226年 那一年 昌平君忽然被撤职 而且遭到流放 去了离咸阳很远的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啊 那一年秦始皇决定 消灭楚国 秦国的统一战争 是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的 首先消灭了韩国 公元前229年 消灭赵国 公元前227年 消灭燕国 到公元前226年 六国只剩下魏国 齐国和楚国了 魏国太弱 拿下他轻而易举 齐国在今山东一带 比较遥远 楚国就成了下一个目标 在这之前呢 以昌平君为首的楚人 对统一战争是配合的 然而 当战火烧向自己的祖国 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秦始皇吃不准 于是 在公元前226年 他罢免了昌平君 并且把他赶走 扫除了灭楚的障碍 秦始皇的另一个打算是 趁机清楚老臣 将权力全部握在自己手上 就这样 在秦楚人的势力 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这样算起来 虽然秦始皇22岁亲政 但是 又过了12年 直到34岁 才真正大权独揽 从这个角度看呢 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 也是秦始皇 一步步走向 权力巅峰的过程 然而 秦始皇还不能高枕无忧 昌平君被罢免了 却并不意味着 在秦楚人彻底失败 实际上 他们还有很大的能量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在秦楚人对秦王朝的政局走向 产生了什么影响 刚才说到 秦始皇决定消灭楚国 这个仗怎么打呢 秦始皇召开朝廷会议 征求将领们的意见 老将王俭 认为要60万人才行 年轻将领李信 血气方刚 说20万人就足够了 秦始皇赞同李信的看法 觉得楚国没什么了不起 他的理由是 前一阵 秦军刚刚击败了楚军 把楚国的都城 影臣拿下来了 于是 秦始皇任命李信为大将 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 李信以影臣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周口为基地 向东进发 刚开始 秦军进展顺利 楚军是连连败退 可李信没有继续追击楚军 而是莫名其妙地掉头往西 进攻影臣 与此同时 一直由楚国大将 向燕率领的军队 出现在了秦军后面 向燕跟踪三天三夜 发动齐席 秦军猝不及防 七个主要将领战死 李信带着残余 逃回秦国 第一次灭楚战争 失败了 考察秦军失败的过程 很奇怪啊 开战前 影臣已经在秦国手上 李信为什么又忽然去攻打他呢 解释只有一个 影臣方面出现重大变故 迫使李信不得不回过头去处理 是什么变故呢 史书上没说 但李开元 书里史料发现 李信公楚那年 昌平君来到影臣 而秦军战败之后 昌平君被向燕 拥立为楚王 所以很清楚 昌平君在影臣 起兵造反了 在他和向燕的前后夹击下 秦军惨败 昌平君的反叛 意味着身居秦国高位的这帮楚国人 走向了反面 当楚国成为下一个征服目标时 他们只能与秦始皇决裂 站到楚国一边 反抗秦国 而秦始皇呢 借这个机会 彻底清除在秦楚人的势力 进一步巩固权力 此后 秦始皇吸取了失败的教训 他重新启用老将王俭 进行全国总动员 组织了六十万大军 再次进攻楚国 公元前二百二十三年 秦军大败储军 杀死昌平君 楚国大将项燕绝望自杀 楚国首都寿春也沦陷了 楚国灭亡 接着 秦国轻松击败燕国和齐国 扫荡六国残部 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秦始皇也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作为千古一帝 两千多年来 秦始皇一直备受关注 但是很少有人想过 秦始皇的皇后是谁 这不是个八卦问题啊 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因为秦国有严格的 王位继承制度 当秦始皇完成成人礼 按道理应该马上立王后 那么秦始皇成为皇帝后 王后自然升格为皇后 他的儿子就是皇太子 可史书上 居然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位皇后 而且到死 秦始皇也没有策立太子 这就非常奇怪了 秦始皇的皇后究竟是谁呢 李开元承认 根据现有史料找不到答案 不过 要是我们能知道 秦始皇不立太子的原因 秦始皇皇后之谜 或许也能解开 其实啊 秦始皇心里是有太子人选的 秦始皇有二十三个儿子 其中呼声最高的叫扶苏 和兄弟们比起来 扶苏具备两个明显优势 第一 他是嫡长子 按照制度规定 拥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 第二 扶苏为人仁义 要富有政治远见 朝野上下对他交口称赞 不论是看出身 还是看人品 扶苏都是太子的不二人选 可秦始皇就是不表态 为什么呢 因为扶苏曾经惹怒了他 说起来啊 这跟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 就是焚书坑儒 焚书就是把诸子百家的书烧掉 只保留法律文书 医学 农业类书籍等 坑儒呢 指的是活埋儒生 即所谓读书人 因为这个事啊 秦始皇 对后世的读书人 指着鼻子骂了两千多年 然而 李开元指出 焚书是存在的 但坑儒 没这回事 准确地说 秦始皇坑的 不是儒生 而是另一类人 方氏 秦始皇晚年 迷信长生不老之书 他供养了很多方氏 专门练长生不老药 方氏徐福 还骗他说 海外有仙山 仙山上居住着仙人 他们采食长生不老药 过着幸福生活 秦始皇被迷住了 派遣数千名同男同女 在徐福带领下 入海求仙 仙山当然是找不到的 长生不老药 也练不出来 但秦朝的法令 十分严格 方氏们练出的丹药 必须经过演验 如果不灵验 就要受惩罚 方氏们害怕了 串通好了 集体大逃亡 秦始皇闻讯震怒 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交给御史台 追究刑事责任 御史台判定 其中的六十余名方氏有罪 他们被拖到 咸阳的郊外活埋 好了 我们继续讲 坑方氏的事 这些方氏 可以算旧由自取 可是被活埋 也确实惨了点 生性仁慈的扶苏 看不下去了 劝秦始皇 手下留情 不要太残暴 这本来是好建议 以秦始皇的智商呢 不会不明白 其中的道理 但因为长期服用丹药 他的性格变得 非常暴躁 扶苏的规劝激怒了他 一言不合 秦始皇把扶苏赶出咸阳 打发他到上郡 做监军 这个举动意味着 秦始皇在确立继承人的问题上 出现了动摇 不过仅仅是动摇 并不是决定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扶苏被派去的是上郡 也就是今天的 陕西榆林一带 这里驻扎着 蒙田率领的 三十万精锐部队 这支秦军英勇善战 多次击败匈奴 战斗力很强悍 秦始皇把扶苏 派去当监军 既有惩罚的意思 也是一种培养 其次呢 扶苏跟着蒙田 在边境地区掌握着秦军精锐 而蒙田的弟弟蒙义 在秦始皇身边处理政务 深得信任 这样啊 扶苏与蒙田在外共事 在朝廷内有蒙义支持 构成了秦始皇之下 最大的政治势力 没有秦始皇的默许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由此可见呢 秦始皇是在磨练扶苏 不过这个磨练期太长了 秦始皇到死也没立太子 他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李开元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想法 并且做了一番复杂的考证 在他看来 根本原因是 扶苏的母亲来自楚国王室 所以扶苏身上流淌着楚国王室的血 由于在秦楚人 跟秦始皇发生过剧烈冲突 而且过程十分血腥 这些事就成了禁忌 这就是为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皇后 而扶苏也因为楚国血统 让秦始皇迟迟下不了立他为太子的决心 秦始皇的犹豫导致了致命后果 公元前二百一十年 秦始皇在巡游途中驾崩 临终前他口寿遗诏 命扶苏回咸阳继位 然而 这份遗诏被李斯和赵高篡改了 他们把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胡亥扶上皇位 他就是秦二世 秦二世继位后 逼死扶苏以及蒙田蒙义兄弟 并且搞大清洗 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部杀死 他的统治极其残暴 公元前二百零九年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 拉开了反秦战争的序幕 有趣的是 陈胜吴广称扶苏和项燕还活着 起义是由他们领导的 大泽乡在原楚国境内 是楚国大将项燕自杀的地方 起义军的目标是反抗秦国 复兴楚国 用项燕的名义顺理成章 可为什么会出现扶苏呢 要知道 楚人最恨的就是秦人 前面说过 秦国王室和楚国王室 存在着数百年的通婚关系 很多楚人也为秦国出过力 所以在六国之中 楚国觉得自己死得最冤 有一句民谣唱道 秦灭六国 处罪无辜 也因此 楚人对秦国怀着强烈的仇恨 心心念念想报复 甚至说 楚国哪怕就剩下几户人 将来灭亡秦国的 也是我们楚国 可以设想 如果扶苏是纯粹的秦人 起义军不可能使用他的名义 但如果扶苏和楚国 有着深厚的渊源 情况又将怎样呢 他的楚国血统 本身就令楚人亲近 而他被迫自杀的遭遇 更让楚人联想起 国破家王的悲惨命运 产生强烈共鸣 所以说 齐义军打出扶苏的旗号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在楚地 确实有号召力 秦始皇恐怕到死都没料到 他一心防止 楚国复辟 然而最先起来反抗秦朝统治的 还是楚人 而且 在灭秦战争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 项羽和刘邦 也是原先楚国的人 历史 就是这么爱开玩笑 到这里 秦迷这本书 就介绍完了 通过细致的考证 作者李开源 还破解了许多 关于秦始皇的谜团 归纳下来有下面几个 一 秦始皇不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他的身份没问题 二 落矮之乱 不是针对秦始皇的 而是赵太后集团 孤注一掷 想消灭华阳夫人集团 三 秦国第一次攻打楚国失败 是因为在秦楚人叛乱 四 秦始皇坑的不是儒生 而是欺骗他的方式 五 秦始皇的皇后 是楚国王室成员 长子扶苏 有楚国血统 陈胜吾广起义 就打着扶苏的旗号 好 秦迷这本书 就为您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